六创意健康店 是一家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我们今晚继续讨论的题目 就是我们上一次又上两次了 关于外星讯息接触个案的精毒 我们跟大家分享过 阿Moon过去很多年来 一直在外国收集了 差不多成三寸口的资料 是关于外星接触地球人 给我们的地球人的讯息 今晚除了方仲满和James G. 之外 我们在电台主持 就是李永康的 首先听闻一下 James G. 最近刚刚去了大连 大连是基本上 好像是参观一个 应该是和气功有关的一个会议 他们发现了一些新的资料 我或者先请James G. 先和我们分享一下 今次的大连有什么收获 我刚刚去完大连参加一个研讨会 这个研讨会本来是国学研讨会 大家讨讨一下关于中医、气功、这些所谓国学 是一个机构叫做天璣国学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在大连举办的 我去到之后 就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一件事 原来大部分人参加这个会议 都是所谓通灵者 英文叫做psychic 或者叫medium 中国有很多这里的人吗? 哎,这个是very interesting 我以前也不知道有那么多 今次去到 in a way is kind of funny 好像很好笑 我告诉你,我第一晚去到 吃完晚饭之后 自由活动 有很多间房 一堆人就会聚集在某一间房 我随便走进一间房 里面有十几人 这十几人里面有一半都是psych 哦 那些psych有一个就站起来 说些他们叫做外声语 说完之后他就即时翻译 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 又皇太太又 又是观世音菩萨 又要说这样说那样 然后第二个又站起来 又叫几里咕噜 又说,哎,是呀,是呀,在一边回答 总之奇怪到就会吓死人的 我一直听他们说那个message 除了那晚,我觉得挺好笑的 有些就说跟基督教的神灵 就接上的 所谓上帝 是connect到的 等等等等等等 很多这些东西 然后第二天第三天的会议 也有很多人上台说 上台说 这些资料 我听了几天 因为我一直都很 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些东西 还有我想听他的message 你要知道他们的message 全部都是表面上听 是一个好的message 即是叫人重善 叫人要信奉佛教的教条 不要杀生 那些东西 不要战争 要清洁地球 不要搞污染 要爱你的敌人 即是message 全部都是这些 全部都是好的 那我就很用心 听了几天 最后我发现了 有一个问题存在 就是什么呢 他们这些message 全部都是说 外面有个神 或者外面有个观世音菩萨 外面有个地藏王 外面有个如来佛 尼勒佛 即全部都是外面外面外面 那这些佛叫我做什么 叫我做什么 外面就是地球外面 不是 即是我之外 即是 换句话说 有个主宰在外面 基督教天主教的造影之下 有个神 神是主宰我们 现在连佛教 都说了这些东西 所有 都连佛教 藏传佛教也好 佛教也好 佛教也好 道教可能没有 不过有个道士 那个convention 有个道士 但是道士反而是最有 在我的眼光看 是最有智慧的一样东西 他说了几样东西 我都很appreciate 他就没有说到其他人说的东西 全部都是外面有个神 外面有个欲皇大帝 外面有个什么王 叫我们做什么 所以我们要信奉 要听他说 那为什么这件事是有个问题 因为我记得我看过其他外星人 接触的资料 好像Alex Kool 也有说 我忘记了 是哪个contactee 说的 他说 你们地球现在有一个最大的方言 你们不知道 就是 你们经过宗教 那个洗脑 以为是外面有个神 这个是最大的方言 为什么呢 其实所有生命都是神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 你如果信了宗教说的东西 你就一直往外面看 那别人叫你做什么 你就去做 因为你信了他 明白吗 换句话说 你是做了某一个人 或者一组人 或者一种人 就是所谓 譬如 David Ike说的 飾翼人 可以利用宗教 来控制人的思想 我很惊讶 现在看到 连佛教也成为一个工具 很多外星信息也这么说 宗教是由外星人 有些外星人搞出来的 是由外星人搞出來作為一個洗腦的工具,控制人的思想工具。 我一直以為佛教沒有這些東西,當然我也是太天真,因為我也知道佛教有很多人是迷信的。 現在這班人,從他們的觀點來看,絕對不是迷信, 原來這班人真的收到訊息,發訊息的人說我是玉皇大帝,我是觀音菩薩,我是尼勒佛,很清晰地告訴他們,他們自然就信了。 再加上發訊息的人會說某些事件發生的事,這事真的發生了,他就更加信了。 沒有發生之前說過給他們聽。 是的,沒錯,有些小事,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遭遇。 那他講完之後發生了,那這班人就絕對信復,信復了, 就說我跟我聊天真是觀音菩薩,或者是如來佛,總之是很多神佛的。 我以前跟Moon都講過,以前那個張正平,在北京的一個很出名的, 有一個特定人。 去年,我好像在前年去見過他。 他那時候跟我說,他是跟耶穌通話。 我當時一聽,我已經心打了就行。 我今次見到他,我又問他有沒有跟耶穌通話。 他沒有正面回答我,但他有個talk,有一個演講。 原來他現在跟佛祖談話。 明白嗎? 以前幾年就是耶穌,現在變成佛祖。 佛祖告訴他很多事情, 基本上是說幾個地震, 好像是在日本,幾時幾月幾日有地震, 都很準確。 未發生還是發生了? 未發生之前告訴他, 然後真的發生, 那他就完全相信了。 100%相信了。 但這些通常都是他事後才說出來。 有人告訴你, 他未發生之前, 他沒有公佈這個信息。 他有。 張正平寫了信息給中國政府, 那些不同的部門。 他當時? 未發生之前? 未發生之前, 已經全部發了信息給他們。 是。 告訴他們什麼會發生, 什麼時候會發生。 他說除了有一次, 我忘記是哪一次, 最重要的一次, 那次是在大陸的地震。 說了給他聽之後, 沒有發生。 嗯。 知道嗎? 但是說在日本那些, 幾時都準確。 到那一次, 在大陸, 大陸政府預備採取行動了, 結果就沒有發生。 好像是差不多了, 我忘記了他的資訊。 那他真的不值。 當然, 他發了一部納稿, 我又帶回來, 這些詳細, 我將來找到納稿, 找到他的資料。 But that's not the key point. 第一, 我發現, 有幾個, 我留意到幾個很重要的訊息。 第一, 就是這些medium, 或者是psychic, 是爆炸性地發生在大陸, 非常非常之多。 第二, 這些message, 現在包括佛教是最普遍的。 他認為佛祖告訴他那些資料是最普遍的。 但是, 一樣有基督教, 他不會說天主教, 在大陸, 他全部叫基督教的message, 換句話說是耶穌的。 明白嗎? 有個message center, 直接說自己是耶穌, 也一樣非常之多。 第三, 就是有些人, 直接發message的entity, 直接叫那個收訊息的人, 你要組織會來結合所有的religion, 所有的message, 就是經過medium發出來的訊息, 全部都是說什麼呢? 在外面有個神叫我做什麼? 現在這個神證明是真的, 所以我要聽祂說。 全部都是這樣。 因為我以前知道, 有些外星人已經說了, 有某一種團體, 或者是蜥蜴人也好, 他是用宗教來洗腦, 我現在看到這個問題, 是爆炸性的在大陸發生。 在大陸, 因為很多medium的education是很低的, 很多是農夫、農夫, 女人很多, 男人反而少。 有些最多是有些大學的教師。 他讀過大學, 然後做了中學老師, 其中有個男人, 這個就是信了基督教。 換句話說, 他跟基督教的神有了接觸。 他很extremely passionate, 非常激動。 他寫了書, 他在上海出版, 你知道這些書, 在大陸是不可以出版的。 蛤? 對呀, 所有這些東西, 以前是很嚴重的, 但現在就鬆了很多。 他出版了, 他未經批准, 他自己出版了。 出版了之後, 亦有政府人找過他, 好像他坐了幾個星期監, 放了他出來, 那又沒事。 所以他就說, 你看, 我那個神是保護了我的, 是不會有問題的。 他說我知道。 明白嗎?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迷信情況。 我叫這些迷信, 因為他信了外面有個神, 神現在叫我做什麼。 他也不去真正懷疑究竟, 這是不是神呢? 因為有人在利用這個工具來控制人類的思想。 他們完全沒有這樣的經驗去想。 對他們來說, 絕對一百分之一百是正確的。 你剛才所說的, 你說最近在中國, 是有很多這樣的現象。 是嗎? 比以前多了, 突然之間是很多人有這樣的經驗。 突然之間, 最近這十幾年, 不可以說是昨天開始。 最近這十幾年發生, 越來越多。 因為我問其他medium, 因為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說, 好像你們這些人, 在大陸是否有很多? 他說, 現在很多。 並且原來在大陸, 很多人開始信基督教。 他信基督教的來源, 因為他們收到訊息。 嗯。 但你所說, 他們所收到訊息的訊息, 都是很普通的。 叫人向善, 一般宗教都說的。 全都是宗教所說的。 是的。 我當他們這個現象, 是真的。 他們不是一種幻覺的。 我當他們是一個這樣。 你怎麼分析呢? 是否真的有外星人, 是利用這些宗教, 來控制我們的地球人呢? 如果是這樣, 他們一向都有做的。 以前, 古世紀也是在做的。 那為何突然之間, 要加速這個做法呢? 以前, 因為大陸政府是不允許宗教的。 嗯。 所以, 在大陸, 就沒有這些事情發生。 大部分這些問題, 是出現全世界的。 基督教、 天主教、 回教, 控制了全球大部分的人的思想。 這些是很普遍的。 所有人都知道。 但在大陸, 就比較沒有這些事情。 可能有秘密進行, 沒有人知道。 但最近, 在大陸, 在大陸, 不可以傳教, 基督教、 天主教, 不可以傳的。 但我現在發現, 大陸很多人信了基督教。 那他們有教會的。 他們上去開廠, 然後開很大的員工, 非正式的會議或者聚會。 即是, 他們不可以傳教, 即是, 他們不可以有所謂的教堂。 他們不可以有所謂的教堂。 不可以的。 是不是這個意思? 以前就絕對不可以。 現在, 他不可以傳道。 即是, 你不可以舉辦一些大型講座, 然後宣揚這個道。 你明白嗎? 我認識一些朋友, 要去開廠。 開廠? 開廠。 老闆說, 我們搞個員工聚會。 他不是叫做全教。 即是用這些方法來進行。 是的, 他是非正式的搞。 沒有名無份的搞。 但實際是那些。 他不是瘦身的員工。 他怎麼可以用這個方法? 總之就不是宗教聚會。 他們是員工聚會。 或者是小組聚會。 雜花會。 跳舞會。 奇藝會。 冥想會。 我以為他們有政府委任的主教。 我以為已經有了。 有神職人員。 我以為已經有了。 我不是說那些。 政府已經知道那些事情。 那些已經發生了。 已經知道了。 我現在是說很多是underground。 秘密進行。 沒有人知道。 除了阿妹講的那種方法。 我現在發覺原來很多人。 尤其是那些知識不是很豐富的人。 他們收到message。 那個message sender是claim他是耶穌也好。 他是上帝也好。 明明正確實的。 如果我把這個現象當真實的。 我們怎樣去理解解它呢? 是不是真的有些外星人一向利用宗教, 來控制地球人的思想呢? 是不是這樣意思呢? 現在他們在這方面加努力再做。 但是我覺得, 不是立即指著她說外星人整這些宗教的。 其實現在很高層的科技做到mind control 沒錯,兩樣都有可能 可能是我們自己地球人做出來的 沒錯,但key point就是利用宗教控制人的思想 That's the key point That's the old point 是 old point,但也是 key point 我們已經有這樣的科技,可以放一些訊息在腦袋裏面 Jace,我們要講mind control 這個不難解釋 例如我們講過學上,有一樣東西叫提示性 每天看電視,除了你看畫面之外,背後有些訊息 他斬得比你的眼睛 因為我們的眼睛是看24格一秒 但斬的格是比較快的 其實除了看24格之外,可以看尾那幾格 但你不覺得 可能你看30格 例如我現在講一講,我去喝汽水喝什麼? 可樂 其實除了可樂之外,有很多 有八時可樂,有沙士,有雪碧,有很多 有六格,你接收不到,其實是一杯杯可樂 是的,那也是一個possibility 其實還有很多種 例如可以利用聲音 因為有些頻率,我們人類收到的頻率是有限的 是的 但有些頻率是可以進入你的耳朵 但你不覺得 是的 可以令到你的腦部有提示性 即是我們眼看 即是你不要覺得 其實這種科技很久已經有 簡單說,我眼看不到 我耳朵聽不到,其實接收了入腦 這個我都聽過 在我們的傳播媒界電視 他可以做這件事 但現在我們在說那些人 你的意思是 會不會那個人看電視 被人收到的訊息 不是,他直接接收到訊息 他有沒有說他當時在什麼環境下接收這個訊息 他們有沒有說說 他當時在睡覺,在吃飯,在外面走什麼什麼 或者在做慶功 即他是awake的 即是醒的 有些人在走 我都不知道 各人的情況都不同 總之他們聽到聲音 有一個突然有一個提示 你就那個 沒有了自動可以革命出來 我們突然說那些接觸個案 裡面有說一些 其實是technically解釋到 你為什麼會覺得 是沒有人跟你說話 而耳朵裡面是聽到 as if 是外面有人跟你說話 這個都是坐在一個母船上面 中間有一個轉播器 是一個小小的波仔 然後地球人 在一個母船 在一個子船裡面 或者在一個郊外 他就聽到 很複雜的溝通 都可以這樣 溝通無間 但完全是覺得 在耳朵裡面聽到 如果他播出一些神的訊息 他就覺得是神跟他說話 是啊 即是在過去的個案裡 有人有解釋過 我們有個個案一定會說到這個位置 好 很多 這些個案是很多 我告訴你 很多人 練氣功 因為有 發展到這種 ability telepathic communication 即是心靈感應 這是所有氣功 練氣功的人都會經過一個階段 你知道我最近在深圳學習氣功 那個師傅 他有一部書 我買來看 他裡面也有說 如果你練氣功 有時候會聽到聲音 那正式的氣功 他就會叫你 ignore那個message 不要理會他 見到幻象 不要理會他 明白嗎 正式的氣功 他會這樣教你 但是這班人 那些氣功 那些修道修佛的 都告訴你 不可以特異功 變成那個終極 要當它一個side product 不要理會 這簡直是一個不好的東西 無論是學法也好 學氣功也好 他也沒有說不好 他已經有經驗 知道這件事是不好的 你再想不到另一個境界 即是如果你受這些東西 吸引了 你貪圖了這些 你就是這樣大 你再想不到 因為有一種說法 即是 如果當一個人 把你的感覺 那個感應 完全幫你掩蓋了之後 你在一個這樣的真空狀態 你會出現很多幻覺 這是科學上可以製造出來的 即是可以找一個人 找一個地方 他可能是一個浮 浮的門 即是浮的門 他就會有這些幻覺 這些在科學上已經做出來了 很多人做的 那很可能在這些 所謂的靜坐 冥想的過程裡 你把你所有其他外界的刺激 全部倒絕之後 你出現這個幻覺 即是在科學上的意義 他這個不是一個幻覺 對他來說 他真的接收到訊息 他真的看到東西 看到東西 是啊 有些人看到東西 他看到什麼 觀音不一定像我們坊間畫的那樣 真正的觀音是怎樣 我們都不是 是不是 每個人都有vision 有幻覺 有寫一些古靈精怪的字 圖畫 講一些古靈精怪的語言 By the way 其實那個語言 我現在是100% certain 是亂說的 其實你知不知道 我回想起 因為我媽媽以前是基督教 他以前也跟我說過 其實基督教的環境 一早就有這些 那些人叫做講謊言 還有那些人會手足舞蹈 這叫做靈上身 幾十年前我媽媽去參加 那些基督教聚會 已經有見過這些 她說過給我聽 我真的忘記了 現在這群人在大陸 每個人都在進行這些 但是她叫她說外星語 我們先休息幾分鐘之後 很快就會繼續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傳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 www.naturalhing.com.h www.naturalhing.com.h 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聽過很多人 似乎有些接觸的經驗 好了 你剛才說 你所聽到的訊息 她所說的 所謂的訊息 其實你估計 都是亂說的 以前你媽媽在基督聚會裡 有時也有這樣的經驗 其實我們在很多電影、電視 都經常都看到這些報道 那些人會有些 speaking in tongue 所謂的事情 是 請繼續 好的 以前我媽媽在基督教會裡 都見過這種情況 我剛才說過 就是她們叫說謊言 還有人會手足舞蹈 她叫靈上身 原來我這次聽到 這些通靈者在大連會議 她們一樣在做這些事情 她們叫她們說話 她不是叫謊言 她叫外聲語 現在是一個modern version 現代版 我當初幾年前 我都以為她們真是 難道真是接觸到外聲語 我就很有興趣聽她說什麼 今次我特別樂力去了解她 我聽了一輪之後 我發現她根本不是一個語言 為什麼呢 因為我知道一個語言 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你作為一個真的語言 你要把不同的聲音 砌成一串 一個句 如果想作一個語言出來 你是不可能作到這麼多聲音 換句話說 譬如你會重複 repeat 某一種聲音 對 對 對 你明白嗎 譬如我現在叫你講日文 你炸地講日文 你講來講去都有幾個聲音 你可能作得到很多聲音 好像一個字母 總之是一個聲音 我今次留意到那些人 是 repeat 經常 repeat 某幾個聲音 over and over again 即是換句話說 不是一個真正的語言 on contrast 因為聚會裏 會議裏有一個和尚大師 他是懂梵文 這是真正的語言 梵文 有一次他用梵文 作了一個祝福 我一聽 這是真語言 因為你聽得出 那個variation很大 雖然我不懂梵文 但我聽得到一個很大的variation 明白嗎 跟所謂說外聲語的那些人 是完全不同的 即使我今次聽 今次這個experience之後 我是100% certain 那些人所謂說外聲語 是complete bullshit 完全是錯的 完全是假的 換句話說 他收的那些message 是一個deception 即是說他聽的一套 他接收到那個感覺 那些message 是什麼又是另一套 不是 他收到那些message 是bubbling 不是 你聽我講 他收到那些message 發的聲音 給他 那個entity 告訴他 這是外聲語 那他就相信 以為是外聲語 Giriguru 跟著講 明白嗎 是 但是他聽不明白 那他聽不明白 那他自己聽不明白 即是他模仿那個聲音 他自己模仿那個聲音 是嗎 是 他自己模仿那個聲音 然後他解釋那個聲音 每個人都是這樣說話的 Giriguru 說完一陣子 就 這個意思 那他繼續說出來 那他講的意思是一個很普遍的訊息 一點都不深奧的 全部都是普遍的訊息 全部都是說地球人要和平相處 即是 那個message是很好 所以 在一刻我都很confused 咦 這個message是 即是 因為我研究這麼多 那些alien contact 那些report 是 很similar 真的很相似 知道嗎 那我在想 難道這個message是真的 那我後來後來研究了 那一排幾天之後 我看到那個破綻 那個破綻 那個破綻 就是 他們說的 全部都是外面有個神 那個神叫你做什麼 或者外面有個菩薩 或者外面有個觀音 或者外面有個如來佛 全部都在外面 叫祂做什麼 而不是 我剛才說 那個神其實就是我們自己 即是換句話說 有一個entity 是用宗教 控制著 現在連著大陸的人 都開始受到這些控制 religion 是控制人的思想 那它直接用了佛教 現在大部分都是講佛教 小部分都是講基督教 好了 那你曾經提及的一件事 你說entity 即是有一個entity 來用宗教 來控制這些沒有什麼學識的人 是 好了 而那些人 就是 它控制手法 其實它不用講真意的語言 它控制它的腦袋 它的思想 總之 令到它亂說 聲音出來 接著它控制它 就給它思想 這個信息 它就講了信息 即是它說的聲音 即是有沒有意思 是沒有所謂 因為如果是有一個entity 這樣控制它 對不對 是啊 但是entity 告訴它 這是一個語言 it's not a language 不是一個語言 總之 全部都是假的 明白嗎 the point is a lie 不是 如果entity 是真的 語言是假 即它什麼聲音 其實沒有什麼意思 但entity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控制這些人的思想 沒錯 用宗教信 去控制它 好了 真相 就是有些entity 來控制我們人類 這個就是真相 就是整個大連的經驗 最後你可以說出來 即 hjatif 比如這些這樣的 是沒有那個知識的 中國那些農民也好 婦女也好 他不會 時刻 不會做另一句 做這件事 進來大連參加這個會議 即是 他可能會在其他的雙方 雪山分 是不是 是啊 是 即他一般普通人 他一定 ensure he feels 很奇怪 才能驅使他 去禁�대那個 那个城市,上海,北京也好,远去过大连参观这个会议, 那就是说,那个事实呢,有可能的事实,就是他真是被一些entity控制他们的哦。 是啊,他真是收到信息的,这个是真的,他不是一个幻觉,他真是收到信息的,that's the point。 我想 propose一个阴谋论的解释,就是那些entity,我们其实要重新生命那个entity, 就是个体呢,可以是地球以外,也可以是地球本身的。 是的,没错。 我们的政府都可以的嘛,我们的国家都可以的嘛。 是的,是的,有这个科技嘛,所以entity是包括我们自己的某些政府的。 那他就是做过一个实验,试一下,试一下,初期试一下这样,行不行呢? 可以呢,就在fine tune,写一个再漂亮一点的sillabase,用一些再漂亮一点的科技,就出个正版。 就是现在他先去控制一下这些一般的... 初期实验版。 你试一下,就是比一些普通的没什么深入思想那些一般的大众, 那他直觉的反应是这样的,是不是? 起码他直觉的,可以看到直觉是可以做到这样的效果先咯。 你要试试现在中国普罗的百姓,他对宗教的想法和反应是怎样的, 你试试到才行,因为没有data base嘛,近代中国史没有嘛, 如果不是联罗嘛,你制造了一个data base,你才做第二阶段的第二阶段的事情咯。 但我又不明白咯。 他什么都扮了,观音也扮了,耶稣也扮了,也扮了,也扮了,不扮马克思的啦! 当然不扮马克思的啦! 马克思不受欢迎啦! 马克思是神来的嘛! 你明白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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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扮演了那么多种不同角色,那他既然有那么多角色, 为什么不拿马克思不拿毛泽东? 那那些不是神来的嘛! 他要一个神来跟他讲话嘛! 你听不听马克思话? 你明白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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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误会咯! 马克思和毛泽东在大陆很多人来说,跟神没什么分别咯! 你这句话就对咯! 因为其中有些medium真的连毛泽东都放在上去! 是啊! 这句话是真的! 是啊! seriously! 他们连毛泽东都放在上去! 我这个极端阴谋论的解释也认为, 他连这些都放在上去试下咯! 是! 总之呢! 总之是任何一个entity是超过人类的, 我们统统称为神, 是神指使他做这一件事! 明白咯? 这是the key point! 其中有几个人, 神指使他做什么? 联合全球的宗教! 是的! 变成一个大的宗教! 是的! 又是宗教! 因为现在有一种说法, 有些人说是一种阴谋论, 有些人觉得是真相的追求者, 看你怎样形容他们, 他有一种说法就是, 我们将来有一个世界的新秩序, 他们会用不同的方法来联系, 就是世界各地的人, 其中一个就是用一个宗教, 所以他第一步骤, 是将所有我们现时认识的主要宗教, 就将他们会合, 即是大家都开始合而为一, 即是大家都所谓的同化了, 接着就会有一个救世主, 他们就会出现, 这个救世主就会有一个信息, 或者一个指引, 让我们全球人即时可以跟随得到, 即是在有些说法, 有些人说是阴谋论也好, 有些人说可以看到这个信息, 他不单止在宗教方面用这个方法, 他在疾病方面, 医疗方面, 他就会制造很多这样的病毒, 就用打针的方法, 就令到我们身体体质受他们破坏, 被他们控制, 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用商业的运作, 即是我们所谓叫做全球一体化, 商业的运作, 也是统一我们全球的, 另外一个在教育方面, 因为当全球一体化的时候, 将来的教育都会一体化, 因为你的国家里面, 医疗的教育都要公开给全球竞争, 来供应一个最, 即是所谓的及乎经济利益, 这就是整个趋势, 就是一个全球一体化, 在宗教层面, 教育层面, 医疗层面, 以及我们整体的, 就是用这个手法, 当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经济层面, 令到我们的经济全面崩溃之后, 会走出一个新的弊制, 也好, 新的方法这样, 没错, 这种这样的说法, 已经在传媒, 当然不会转流传媒, 不会讲这个真相给你知的, 或者这个信息给你知的, 大家在网上已经接收到很多这方面的信息, 如果这样你看一下, 即是他所说的形容的那个景象, 以及现时, 即是真的体会得到, 其实真的好像是这样发生, 你看看医疗方面, 真的在这样发生, 你看看昨天, 昨天在新闻里说什么, 希拉莉, 美国国务卿希拉莉说什么, 批评中国, 中国宗教不自由, 嗯, 这个批评一直都是, 即是在过去的文化背景, 来讲自由度, 批评都很久了, 我明白, 他又提出来, 明白吗? 换句话说, 是有一个压力, 是逼使中国政府要开放这件事, 使到whoever, 即是无论是谁在后面, 操纵这些东西, 是达到他的目的, 使到你全国人进去, 全部都信了不同的宗教, 那么他的目的便会达到, 嗯, 明白吗? 他现在很多, 现在这些medium啊, 西劇啊, 他们讲这些出来, 他是有一个危险的, 中国政府随时可以批评他的, 但如果中国政府受诗都押, 哦, 一定要宗教自由, 中国政府怎样可以批评他的, 那时候不可以批评他的。 宗教自由, 起话说, 我们要尊重不同的宗教, 对不对? 我们不是想到再进一步, 他会同化不同的宗教, 第一步就是要允许不同的宗教, 我们一般的价值观, 就是说, 我们要容忍别人, 别人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宗教, 我要容忍, 这是我一向提倡的价值观。 从那里来到理解, 都可以理解到, 不要大家不同的宗教, 大家你争我奪, 因为人类过去的很多战争, 都是宗教之战。 好了, 如果我们说同化宗教, 是令到我们不需要像过去那样, 整天打仗打仗, 因为打宗教的仗。 你那里也可以理解, 为什么这是一个比较高的价值, 宗教应该是统一化的? 其实, 因为我对这方面是 research过, 你知道我写了一部书, The Simple Science of Being, 其实里面有提到宗教, religious freedom is an oxymoron, 是一个 makes no sense 的一个字, 因为religious 里面是没有freedom的, 所以这个所谓religious freedom is a total lie in itself。 什么意思? 你要解释清楚了, 意思是, 在表面的解释就是, 有不同的宗教, 你不应该逼别人, 我们的教师是真的, 回教我们才是真神, 你那些不是, 你不是, 我就会杀了你, 在我们一般的理解就是这样。 是的, 我明白, 那是一个aspect, 我说religious freedom, 是没有freedom的意思, 就是, for example, 你如果是一个回教家庭里面成长的, 你信回教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之大, 你如果是基督教的家庭成长, 你信基督教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之大, 明白吗? 当然了, 那些都是一般人, 那些孩子成长的时候, they did not have freedom of choice, 如果你这样去讲这个问题, 那很久以前有一本书, 叫做scripts people play, 七年代, 我读大学的时候看的, 那基本上, 你说你一生的, 根本是你家庭背景, 你家人, 已经帮你写完了, 即是你那个script, 已经写完了给你的, 你以为你有选择吗? 其实你根本就没有, 如果你是这样的意思, 这样说一些事情, 那OK啦, 那不单只是宗教, 你将来选择的职业, 都是受你家庭的影响, 我讲个简单一点的例子, 你知不知道你老婆的样子, 你将来太太的样子, 其实很容易就勾出来, 因为其实, 你喜欢那种类型, 你喜欢伴侣的样子, 那个样子, 其实就是, 你在六岁之前, 所见的那些人, 的合体来的, 是吗? 六岁之前吗? 是的, 是的, 这个是有一个study做, 是的, 我也试过, 原来是很真的, 是样子还是性格? 是样子, 我观察到, 其实, 你认为, 最近, 没有很相似的, 现在很容易, 因为, 我现在有电脑合成, 你将你六岁之前, 见过人的样子, 当时你妈, 你家人啊, 姑姐啊, 姐姐啊, 全不相似的, 和太太的样子, 比较相似的, 是的, 对, 这句是真的, 所以, 为什么人家常常说, 有夫妻相, 夫妻相, 那怎么合成呢? 因为, 你要选择, 那你怎么合成呢? 眼, 眼大中小, 那你加上, 就是中了, 是吗? 那怎么合成呢? 其实是很容易的, 其实你的样子, 任何人的样子, 其实眼耳口鼻的摆法, 是有一个, 有一个系数的, 是, 即是, 如果是太迫, 或太开, 它是会有一个限制的, 大啊小, 你喜欢那样东西, 其实, 你六岁之前, 你已经喜欢了, 不过你不觉得, 然后, 你以为你自己很有选择自由, 喜欢哪个女孩, 试试试试试试, 其实不是你已经, 你已经有一个鲜艳的, 你脑已经有一个鲜艳的, 你脑已经有一个鲜艳的抉择在那里了, 那我们, 在我们的现时的文化里面, 就是很多电影的影响, 那我们都, 审美眼光, 是不少不少, 都是被它影响了, 不是说我们六岁之前, 我们懂事的时候, 懂性的时候, 是感染到, 很多时候, 最后都是这样, 我认为, 现在我传媒告诉你, 这些就叫做美的标准, 这些叫做美的样子, 有些人大部分都追求这样的, 虽然他未必会遇到这些人, 这些这样的样子的人, 可能不是很多, 那你结果找到那些, 你六岁, 那些女孩又会扮演到电影的样子出来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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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说回正题先, 就是, 这个点就是, religion is going to, 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影响, 就是我现在开始看到整个global picture, 因为, 这件事未发生的时候, 我不知道原来真正在进行这些事情, 明白吗? 就是我都有时候很怀疑, 但是, 今次我看到, 在大陆, 为什么最近这十多二十年, 那么多的事情出现, 这些人的信息, 不断接收这些不同的信息, 但是这些信息是很similar, 很相似的, 那究竟是哪一个在发这些信息呢? 它那个motive, 它那个动机呢, 我估计就很简单, 就是思想控制, 这个是一个, 就是很明显的, 对我来说, 我们改革开放了之后, 有一个极大的商品市场, 我们从商业角度来看, 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宗教市场, 每个人都想去争它, 一成功, 就拿到很大的market, 我想不是这个那么简单, 还有那些人, 已经是几十年没有这件事, 他们会是很, 一开给你, 你是会很有毒, 很motiveated, 但是又没有什么基础, 去找尋宗教的答案, 是啊, 他们很ignorant, 他们大部分人都很ignorant, 加上, 想拿这个市场的各种全体组织, 他们有很大的动机, 它很strong的motivation, 去拿这个市场, 所以, 这个, 不是, 你可以用市场来描写它, 其实就是一个power来的, 一个控制, 嗯, 这个不仅是一个市场, 这么简单, 这是一个很大的section, 很大的population, 如果你说市场的话, 在在座有几个人, 我还有几分钟而已, 有几个人在这次会议? 这次有整一百五十到二百人, 哦, 都不是那么大, 我以为数以千计, 没有没有没有, 那就很多小组的聚会, 很多不同的房间, 有些人在那里, 那是第一晚而已, 每个人在那里聊天, 第二天就开始聊天, 啊? speaker, 讲话的人有几个? 我想大约有二三十个, 我都不记得了, 大部分都是通灵那些message, 但是整个中国这么大, 二三十个又不是多, 是啊, 他们有八几个, 就算八几个, 即是, 我问他们, 你们这些人, 多不多? 现在很多在大陆, 哦? 我问他, 我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 但是我问他们, apparently, 这个 phenomenon,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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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地开展出来, 明白吗? 那刚才有没有解释呢? 大陆在宗教思想方面的自由, 被压抑了这么久, 那你突然之间放了它, 那很多人会追求这件事的, 我觉得这个都可以理解的, 不是, 你会很错, 你会很错, 是, 他这些人, 他们自己都说出来, 他说, 我未接收到信息之前, 我是不信佛的, 我是没有宗教的, 我是不信耶稣的, 也没有过讨论? 他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他一收到这个信息之后, 他开始信这件事, 是, 你明明那个因果, OK, 你明明那个conspiracy, 知道吗? 这个不是说, 这个人一直在追求某种信仰, 是在寻找, 是, 完全是一个, 这方面很麻木的人来的, 是, 完全空白的, 他突然之间有一天收到message, 是, 那就convince了他, 哦, 这个是真的, 这个神是真的, 我这个阴谋论可以解释了, 对了, 你明明啊? 全部这些人都是这样的process, 是, 是, 是经过这个过程的, 所以呢, 换句话说, 是有人真的actively broadcast, 这些这样的信息出去, 来娱乐这班人, 那这班人就是中国人, 嗯, 中国人自己broadcast? 嗯, 不是, 我说有班人在broadcast, 我们不知是哪个, 在后面, 知道吗? 有一个可能性就是David Ike 那些reptalian, 这是一个很大的可能性, 另一个可能性就是, 就像moon说, 美国military, 他们已经有这样的能力, 就是有很多可能性, 在这里, 好, 因为今晚的时间, 我们会休息一下, 下一集我们会继续讲这个非常有趣的题目, 好,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 拜拜